主料,比鸡肉500克,补料,蛋清,大葱,甜面酱,淀粉,料酒,香油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10-20分钟,用餐人数,1-2人,将鸡肉细丝,放入碗中,掉入料酒,倒入一点蛋清,再掉入干淀粉,搅拌均匀,腌制一段时间,锅中的肉比平时炒菜多一倍的油, 大火至八成热,倒入肉丝,快速划沙倒肉丝变色后,捞出备用,油可以多爆些,防止肉丝粘锅,因为用蛋清和淀粉养好的肉丝吸不了多少油,剩下的油以后还可以再用锅中留少许的底油,调成小火,倒入甜面酱,搅拌后看到酱开始冒小泡,就倒入炒好的肉丝,改成大火快速翻炒, 吃肉丝的化上酱,出锅前淋香油,把肉丝放在切好的厨丝上,用超过水的豆腐皮包着吃,烹饪技巧,弹开为好吃的菜,在下面的时候,也可以用来做配菜食用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订阅本频道。